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写了一段东西出来 就是嘲笑大陆股市的 嘲笑大陆当局的 我跟大家讲一下 我看完之后觉得这个挺幽默的 首先 他讲了一些不好的地方签大陆股市 第一 根据统计数字来说 大陆股市 虚本人是占了94% 是破世界纪录的 这是第一 第二 大陆的股票数目是世界第一的 上市公司有5267间 这么厉害 第三 去年的融资是世界最高的 是6200亿人民币 是超过美国三分之一 而他除了IPO之外 还有股票就不停可以批股集资 总共是6200亿 吸了很多水进去 第四 这个是印花税 全球征得最多 是去年是征了2759亿人民币的印花税 好了 然后呢 他的处罚是最轻的 对于那些做假数的处罚 做假数非常多 移动都说几百亿 但是他就罚这个几十万人民币 只是一百万人民币而已 接着 就是今年跌了的市值 是世界第一 跌了十六万亿人民币 这个很惊人的数字 但是他说你不要看这些东西 大陆的股市有它的优势 别人没得比较的 那 这个是讽刺 第一 他说大陆的股市不起 大陆股市就集了些资金进去 他呢 又不派息 又不回购 那就好了 派了息回购股票 给了一些股民 那就没得发展实体经济 是不是 留了钱在企业里 企业去发展实体经济 哇 好过你美国多少 这个是 第二 他好像美国股市一样 整天上升 那些人觉得自己发了达 喂 发了达就不做事了 中国股市不上升 还跌 虚了你的钱 就逼你们勤劳工作 挺好的 是不是 第三 中国股市呢 就好了 美国股市任你全世界的人 任你们买的 中国股市不是 五亿外国人的 A股都可以 透过湖港通 深港通那些买多少 但是呢 主要都是肥水不流过 别人田 是让中国人自己买回 的 第四 你看看 这个 中国股市多有儒家精神 那些人 美国 你知不知道 做假数 瑞幸咖啡那些 那些 那些会计师 被罚了多少次 一百零几亿美金 那些 那些 然后呢 这些人呢 永远都不可以做上市公司 中国就不是了 中国有儒家的精神 是罚走三杯而已 哇 我看见 不知道多少间公司 说呢 历年呢 做几百亿假数 无论资产负债表啊 这个利益呢 利润呢 全部是假数 罚五十万 一百万 是这样的 哇 这些有儒家思想 宽恕人家的精神啊 是不是 好 还有什么呢 中国股票有什么好处呢 有机会让你上车嘛 他说美国股票 一宣布好消息 就是狠狠上去 中国不是的 中国宣布完好消息 就是下跌的 那不是有机会给你们上这个 这个 这个上车 这个是不是 好了 就是呢 美国股票 还有一个坏处就是 你呢 是长期呢 是靠价值投资 可能呢 要等很久 中国不是 炒消息 炒政策 这个呢 速上速下 很快 这些呢 叫中国速度 这个是 还有啊 中国股市呢 就是呢 跟美国股市不同 美国股市呢 十年呢 就起了这个 二百多个百分比 中国股市呢 十年前是三千点 现在是三千点 就是等于你的青春尚主一样 不会觉得时间消逝 自己老了 就是 好了 他说 还有 中国股市呢 是实践了邓小平的 另一小部分人呢 先富起来 就是怎么样呢 他说他没有逐好消息 宣布之前呢 股市就会先升 一到个好消息出呢 你的人买呢 他就跌了 那有一部分人发了财 一部分人好起来 那还有啊 中国股市呢 就是藏富于物 因为呢 那些上市公司 不用钱回购 美国每年用万多亿美金去回购 他不回购 不回购的股票 才会留在人民手上的嘛 对不对 那那些人民呢 才是持多些股票了 就长期化大达了 是吧 还有一点 他说 啊 中国股票有多好 他蹲得够低的嘛 就是你跳高 你不蹲低 怎么会跳得高 中国股市 十几年没有升过 现在就蹲下二千九百多点 那这个是兜底的几倍了 大家快点去买了 好吗 大家觉得是不是很幽默呢 我是很欣赏这篇东西 所以跟大家介绍的 各位网友 早前长生官 很多人 都服用过松草大王的松草十九 他是可以舒缓呼吸系统不息的 其中的基松蛹 可以提升免疫力 和改善失眠问题 更可以养心安神 如生草具有通淋巴功效 还可以清热解毒和消炎 而绿茶就有抗氧化作用 可以有效消除极度的疲倦感 另外热卖的松草CS4 在市面一度缺乏 人民超市入手 松草CS4的培植 松草菌尸体CS4 是用先进的生物科技 以顶级东松下组里 分离所得的蝙蝠蛾 移青霉素 培植而成的 高浓度高稳定性 功效比其他培植松草更加优胜 更加显著 是都市人保健的首选 一家大小都適合服用 更有效提升免疫力和增強體質 抗病力大增 改善器官敏感和鼻敏感症口 保持肝臟、心臟和血管健康 還可以延緩衰老 養生美顏 哇,真是適合 注重健康的你們 現在有震撼的 買二送一 平通全香港 856元 有三盒 任你選擇如何配搭 平均285元一盒 這麼划算 快點買多幾盒 為自己的健康做好準備 給別人 給別人 字幕 字幕 李宗盛